大宝 你又说了 不许让你偷偷进步了 又把妹妹跟人家家里 阿咪 妹妹很聪明的 不会被坏人不拐跑的 你不用担心 妹妹这活 估计都找到爸爸了 放心 今天我一定会让他 给你们一个交代的 要是爸爸有了别的女人的吧 我和妹妹就不要他了 我只要他的遗产 他是大总裁 应该有很多钱 老爸 因为你是宋氏财团的继承人 却装全跟我谈恋爱 失踪八年 一回国就和我妹妹订婚 宋寒生 你可真一本事 全江州的名流都已经到场了 这个地狐烟啊 你不去也得去 您不用再说了 我不能去找钱 宋老夫人离开 宋二生 你翅膀硬了是不是 我告诉你 就算你能找到那个女人 我也不会让他进宋家的门 好 爸爸我來找你了 宋總 宋總按照您的吩咐 假期錯誤請你前面 結果會直接送到另一邊面上 廢車 啊同喜 同喜 金魚 金魚 怪寶 你和韓芯結婚之後 那宋家的市場 怎麼著啊 這也得分給我們老蕭家一半 哎呀蕭叔叔 什麼一半呀 宋總對清雲不是一件事情 到時候整個宋家都是清雲的 好 不愧是阿嬤的親生女兒啊 你們倆 你們倆 可是我們 Representative 是在搜尋 你不給我 也是認識陷害 我當然是認識的 我不怕 拍大小姐呢被野男人搞到了肚子 早就被赶出小姐了 你看野種不來了 到底是 也不看看你現在什麼身份 什麼都不在 還舔著眼睛 點在眼上蹭著蹭 也就有好多小狗 狗到在這兒耶 你個小賤卓 你說什麼呢 我叫那個狗跳啊 讓我嘴 你敢打我 嘴見 我打的就是你 小賤卓你放棄 在我訂婚宴上撒意 我 你叫我什麼 小賤卓你 叫我什麼 我問你 我們兩個賬 一會兒再送 小新宇 我倒想問問你 我男朋友 什麼時候才能播音 你胡說什麼呀 清雨才是宋家大少奶奶 宋總一笑褲子 等他來了你就死定了 好 我就在這 不行 絕對不能讓他們見面 那你先 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 我們倆跟你記住 給這個要飯的打包兩盤菜 讓他趕緊滾 一分錢都不用賊 還能臨時代拿 還不趕快謝謝鄧家少奶奶 要嘴裡啊 錢要多少 你還真敢問 嘴裡十萬的 做個 嘴裡百萬 嘴裡千萬 做手 你覺得 你應該坐在哪 那我和你的未婚夫 宋寒生的親生兒子當機 該坐哪 他是宋董的孩子 他是宋董的孩子 張紫熙 你瘋了 不知道從哪帶的你孩子 就像高潘宋子 你看看這裡有誰信你的鬼話 就是 你一個破鞋 給宋董當小三的不配 我看呀 你是嫉妒秋雨如今的榮華富貴 故意來找茬的吧 是不是 我當小三 宋寒生八年前就是我男朋友 那是你呢 哈姐夫的什麼 真假 清雨 這個男孩好像真的為宋董有點香 今天我來 就是要問清楚 宋寒生 你當年為什麼騙我 為什麼拋棄我們母子 逆逆 他是宋董的孩子 張紫熙 你瘋了 不知道從哪帶的你孩子 就像高潘宋子 你看看這裡有誰信你的鬼話 就是 你一個破鞋 給宋董當小三的不配 我看呀 你是嫉妒秋雨如今的榮華富貴 故意來找茬的吧 是不是啊 我當小三 宋寒生八年前就是我男朋友 要是你啊 小青 哈姐夫的床 真假 清雨 這個男孩好像真的為宋有點香 今天我來 就是要問清楚 宋寒生 你當年為什麼騙我 為什麼拋棄我們母子 逆逆 我可告訴你 今天是天雨大喜的日子 你竟然是叫野祖來道事 打死你這個不孝女 我也是你 爸 不配叫我爸爸 康初叫你去陪王子 你不是自私情歌嗎 頭 變個野男生下了這麼個野蟲 你見不見哪 我兒子不是野蟲 他的父親是宋寒生 我叫爸爸 你說是就是呀 有證據嗎 我說我還是找付千金呢 小姐姐 人家臉的你以為我好欺負 保安 保安 我 呀 呀 怎麼在乖子的 媽咪好帥 讓宋寒生出來 當面給我對峙 上 啊 宋總到 爸爸 誰啊 這 怎麼和我哥小時候這麼想 跟我家 怎麼回事 宋寒生啊 這家人 竟然帶了也從來逃亂 我真要把他們 趕出去 今天是我跟你哥的定公宴 竟然在這鬧事 這是掃了我們兩家的臉面啊 定不能放 這位小姐 請你立刻立刻 請問我可以走 但宋寒生必須出來 我要問問他 當年為什麼拋棄我的公司 你說這孩子是我哥的 有證據嗎 我哥這年一直在國外 怎麼可能給女孩子 孩子就在這兒 宋家這麼大 連親子盡定都做不起嗎 不 不得做 你激動什麼 我自尋死路 你應該高興才對 有種 但我要警告你 每年像你這樣 找上門的女人呢 手不勝死 嚇著 可都不太好 不可能 他的孩子明明被我帶走了 難道當年他生的不止一個 那人真麻煩 能如果我是爸爸的孩子 我就讓你跟我們哥哥做道歉 有點意思 最快速度拿去檢測 快速 誰得你自作主張的 是誰敢在這欺負我的寶貝兒媳呢 我母 還好你來了 這個賤人 不知道從哪路的野種 非說是韓生的孩子 今天是你跟韓生的大喜日子 何必跟任劍你計較 你放心 我們宋家的兒媳婦只能是你 宋姑娘 但保是你的孫子 不信的話 你可以等親子監禁結婚 阿姨請 不 她是韓生在照顧 不可能 蕭瑾熙是吧 我知道你 談個生意 賠吃賠喝賠睡 還未婚先孕 我們家韓生怎麼可能跟你有關係呢 對 你說的沒錯 賠吃賠喝賠睡 賠的是你兒子 未婚先孕 生的是你孫子 還打胡言亂語 看我不臭死你 哎哎呀 哎呀 老牙剝你 小畜生 你招死 你招死啊 這麼快 你招死你 是大帥也 你招我 韓生 爸爸 來人 媽 你要幹什麼 你招死我啊 你招死我啊 就算他是韓生的血脉 像這種底層的下降 我配當我宋家的少奶奶 你要幹什麼 去招 留子 把这个小野种给我拽过来 这鉴定结果怎么还不出 到底是不是小妹啊 你快点过来今天事闹大了都 把人给我留住 开快点 这不是小妹 吹鸡香酥 走出锤匙 接小妹回家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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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再动我掐死 啊 放开 你再能打又怎么样 我们是家斗找死 מ Bunu envelope 你放开我 你求我呀 我求你 你放开我 没成意呀 这样你今天打了我三个巴掌 我很生气 現在你把這三個班上反回來 我就考慮看看 夠了 太輕了 夠了 不夠 喂殺人不過頭 別退我過分 今天是我的定婚宴 他帶著一對爺主 當眾鬧事 惹我婆婆 喬我老公 他就不過分嗎 你想出氣 怎麼樣都可以 放了他吧 住手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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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护之子听闻宋总纳心 特送四崇礼 你说的是京城守护记家 一崇礼 皇家特供赵燕玉狮子一匹 祝宋总夫人腹部高升 前程似锦 二崇礼 千年和首无三职 祝宋总夫人举暗其眉 白头偕老 三崇礼 特种兵王十名 祝宋总夫人平安健康 无忧无患 四崇礼 米兰高升品牌线一条 祝宋总夫人青春不老 红颜永驻 看到了吗小姐 我才是宋总夫人 像你这种社会底层的贱谜 就应该朗朗实实的待在下水道 这辈子都别想做事 请宋总夫人接礼 你是不是送错人了 我们宋家的儿媳妇在这儿呢 还想母瓶子贵 动手把他和这个野者都给我扔出去 我看谁敢 敬礼 宋家的小verted 你們好大的膽子 人者守護七九天他怎麼會來這 還有神醫校名和影帝林琛 他們兩個大人物 一生的交通那麼小地方 啊 大寶你沒事吧 媽咪我沒事你痛不痛啊 媽咪沒事多謝你們救了大寶 我會報答你們的 不用道謝 對不起 是我們來晚了 好你的宋家 欺凌弱小橫行八道 既然連自己的親孫子都不放過 看來 你是想送大下成名啊 記醒天我還沒說你搗亂我們宋家的 訂婚宴呢 你還倒打一耙了 這裡是江州不是你的雲城 我們宋家的家事與你無關 無關 你們都欺負到我自己親妹妹送上來了 還敢說這是跟我無關 今天了這件事情 我還真就管定了 我還真是ña 這裡是師傅 看來 我還沒說我 我在這裡 你有沒有看到 我還沒說你 覺得你呢 我還沒說你 你往上 我還沒說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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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更不趕快 阿姨就被哥哥藏走了 就 他不会真是云中首富的妹妹吧 肖锦西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儿 怎么可能会有哥哥 我看是琴哥哥 你 别让我教你说话 你要干什么 你是想和江中商界开战吗 替你管教一下不会说话的狗吧 你 肖锦西 我还真是小看你 没想到他能够引这么多的人为你出口 肖锦鱼 我忍你很久了 你要是再造谣的话 我就把你的舌头割下来为一个 送你吧 肖锦 从今天起 我吟成天体集团 正式切断于你们两家的所有 并且 会不惜一切代价 抢夺你们两家所有的业务 我就要 女人 才怎么去 你要为了这个贱人 要和我们江州四大家族撕破脸吗 一群跳梁小丑啊 给我妹妹比起 你什么东西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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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崩子 啊 啊 你拿我當空氣啊 誰說只有我大哥要給你們開賬 我雖然不是什麼大人 但是只要有我一天 你們兩家就別想有一條報告 你上線 從現在起 整個醫藥行業全面瘋殺宋家 銷炸你們兩家的所有專利 立項申請都已經被我截停了 希望你們的股市還撐得住 什麼啊 銷售不必要跌停了 夫人不好了 宋家的股票全線跌停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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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是我母親形勢不妥 我替他想說 行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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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還想你惹悟我們這一次原諒我們 等我哥哥來了肯定會閉嘴 救人謝你 你還個屁 這江州一三分 我四大家族 那就是天 就算他是要成功 也得給老子趴著 我記得是這個他 你不用問他 你 真心拉沒有 立馬收回封殺力 否則 我叫你們 有來無回 從軍這麼多人 我竟然不知道江州還有你這麼個頭 這小白娘你想出頭啊 好 陳全你跟他們一起下地獄 閉嘴 這是大廈別方統領金言瑞 你都在家試試 你兒 你還是跟我們一起 一定得救救我 哎呀別亂看關心 這活不是還沒定上的嗎 哎呀 敬禮啊 東怪我老糊塗了 你千萬別牽涂我們宋家呀 你願意原諒他們嗎 我 老闆公司傳來消息 宋家的股票 全線跌停了 什麼 哎呀 你算看關心 這活不是還沒定上的嗎 你們不能奉殺消假 我已經得了首富的看中 這些禮物 都是首富的四個意思我送的 體股敢對消假動手 就是跟首富做對 吃不了都要走 我不會 也就只敢在江州 狠喜霸道啊 對上首富 要暗死 都不用一根手指啊 你拿首富壓我吧 你知道首富姓什麼嗎 季九天 你不過是碰巧跟首富一個姓 難不成你想說 你就是首富一 這些禮物都是你送的 區區一個窩靜雲成的爆發戶 大白切都可以做嗎 這些禮還真就是我們送的 但是誰說了 送給女的 妹妹 這些禮物都是哥哥們給你準備的 你要是願意當這個送禮 不然那這些 就當作是哥哥們給你的客禮 你要是不願意當 隨便你怎麼送 謝謝舅舅 誰追你給我東西 怎麼辦 我趕緊把東西搶回來 動手 見過三少爺 真是記守夫妮子啊 有講包管 在我們家 沒做出一番成績之前 不如後悟生存 但不代表你們可以欺負 所以小姐戲真的是你們妹妹 那他豈不是首富千金 那他豈不是首富千金 對不起 我們現在才來 把你們收回去了 這個賤人怎麼可能是首富千金 誰都知道 這首富不二無五 所以才收養四個義子 來繼承家業 你來的什麼首富千金 查清楚老闆 是京城記家的手品 首富記家有四個義子 老大正是於城主婦記幾天 你可憐是吧 可是老闆 記住了 他就在你的病婚宴上 我妹妹的身份 不需要向你證明 說我是你妹妹 有什麼爭取嗎 當年確實是我的叔 才害你被別人捧走 如今我找到江州來 才發現你和你的孩子 被蕭家和宋家這樣欺負 這個女孩確實很像我 難道 真的是 要幹什麼 你們是錯人了 我才是首富千金 我才是你們的妹妹啊 就因為是蕭家的養女 我在蕭家當牛做馬實景 最後落得身敗名利下場 現在你說你是蕭家養女 秦云沒說話了 各位大少爺啊 你言難聽哦 這些年 我把這倆孩子啊 都當成是親生 只是謹息啊 這孩子 其他都好 就是太過頑劣了 這不得已之瞎吧 我只能 對外宣誓 她是羊女 向她出門 你保全我 老蕭家的身影 各位小爺啊 看在這些年 我對清雲 視如己出的份上 把我就當成一屁 你放了唄 你 真的是我妹妹 真的是我妹妹 哥 你先別著急喊了 當天我妹妹被抱走的時候 身上有我們自己家的身份證明 你只要能拿出這個證明 你就是我妹妹 該死的蕭姐希 我怎麼不知道 她還有什麼身份證明 我身上該怎麼辦呢 是這個 我的玉佩 我的玉佩 姐希 把玉佩還給我 你身體搶走了我的玉佩 有病吧你 什麼預轉 既然你弄多了證實 那就怪不得我 替你個位置 我當年一直帶著的玉墜 明明就是你搶走的 是 是這個玉佩嗎 對 就是這樣的 哥 我真的是你妹妹 可是你確實有小人了 我沒見過什麼玉佩 哥你看他自己都說不是你妹妹了 可是我沒說過這個玉佩 就是我妹妹的身份啊 這才是我自己家 真正的身份證明 玩我呢 被傻的滋味好送 這就是欺負我妹妹的下車 才 姐 媽咪有靠山啊 舅舅欺負過媽咪的人 你都把他做一段 只要有我們幾個舅舅在 以後就沒有人再敢欺負你 一個太極而已 證明不大 當時我在格鬥上看到你的時候 就覺得你是我妹妹 所以就拿了你跟雪姨去做了見證 結果顯示你確實是我們的妹妹 爸爸等你很久了 跟我們一起回家吧 合格宴 我都已經準備好了 到時候我會向全世界證明你的身份 你是計家唯一的計程 發明是首付現金 我可以給你們回去 但不是現在 我還有事情沒完成 宋寒生不來 我不走 回家人總部打電話順利 誰是呀 你看這為父爬你養育十年的份上 就原諒為父爬 爸 這個在呢 閉嘴 我 其實啊 我現在讓你妹妹跪下給你磕頭 一些都是他的錯 你就原諒我們吧 沒錯 檢人就該死 哎呀 都怪小情女 胡亂造謠 我们两家都是误会 都是误会 都怪我们家韩生那个臭小子 竟然干出这么丢人的事 我替他给你们母子道歉 以后啊 你们娘俩 就是我们宋家的主母跟小少爷 说一句话 这些这么心情 拉米还想把我抢走 拉米现在病有钱了 就别了 宋夫人 你可能搞错了一件事情 我对当宋家主母 不感兴趣 我来找宋韩生 只为讨一个书房 小景欣你装饰一丑 你就是为了抢我的东西 从小到大 你都见不得我一点好过 现在你都成了首富千金了 为什么还要抢我的未婚夫 仗势欺人 不会有好下场的 你胡扯什么呀 我这叫与其人之道 还治其人之身 再说了 宋韩生跟你没订婚 他跟你没有关系 我就算是抢 又你怎么 谁说我跟宋韩生没共起 我跟他有一个孩子 谁说我跟宋韩生没关系 我们已经有一个孩子了 又又又 妈咪这个爸爸也太花心了吧 要不要我们换一个 宋韩生 你太良心了 她说的是真的吗 宋韩生跟他还有孩子 意外那孩子是个意外 那肖青云立立立上门的时候 我们都不知道 做了亲子鉴定 昨晚给他抛弃了 别人一夜去 把他们给我拖出去关起来 找那个私生死我找出来 家快看所谓的大侠胜负 就是这么丧心病狂 这一几岁回头的家业 他要逼死我的不死 楚威同理乡亲们啊 权利何在公义何在啊 他们今日为了抢人未吩咐 竟然痛下杀手啊 该人也能重样找各种的理由 残害我们这些小家小族 从今往后将中 必将添弄人缘 我看谁还会相信你们这家 一群蜂蜂蜒还想走进寻思 我今天到时候 你们能怎么不服 给我封杀整个江城的 不用这么大的力量 留下他们 我带着孩子找了他这么多年 就只为一个说法 就让我看看宋寒生怎么选择的 原来不死心 空走到 妈咪我把家伐带来了 你觉得 toast 你ս 薏壳 你 精力 他要想失去 我还跟锦西小姐道歉呢 人家都给你生俩孩子了 你怎么不挽怒呢 这个没有担当的儿子 怎么可能 你当年为什么突然消失 我找了你整整八年 各位小姐 我根本不认识 先说你再说话 做错事就要承认 人家可是首富小姐 怎么会骗我们这也想过人家的 我们真的没有见过 小锦西 不记锦西 就算你现在非常之头变凤凰的子 我跟韩生的孩子已经上小学了 你根本不可能插足 我跟韩生之间的感情的 那不默示的意外 我跟你没有关系 你不要得罪进去 儿子在我户口本上 我跟你怎么没关系 是 杀 一万孩子都上小学了 你现在说是一万 爸爸你也太不自爱了吧 出国找这种坏女人 他给我们生了个弟子 我没有出轨 我都不认识你们 哪来出国你说 难道他真的是那晚的女人 八年级七夕 你是不是也在索富亚救人 哪才啊 宋先生你挺没演呀 前脚刚跟我求婚 后脚就跟我妹妹有孩子 从小就爱瞧我的东西 为什么现在连我的男人也不放过 我的孩子 这两个野种大多了 你才是破坏别人家境的小三 所以你八年 现在开始骗我了就吗 不对 谈恋爱总共就一年的时间 我连你的真实身份都不知道 后脚就笑到你才骗我 好你个做个事 你敢骗我妹妹感情 你还要不打死吗 你哎哎大叔大叔 咱俩上去这中间肯定有什么 我跟这样 八年前我意外发生错过 幼时律跟进 而肖清雨就是在那个时期 带着孩子照片 我只记得八年前起期 在索富亚救 yardım 会给女人发生意外 那个女人 失忆 车祸 你失忆了 是 如果你说的都是真的 那么我消失的原因 就是你消失 别给我扯出生 给我继续精神 你师生是套兵 就是 他跟那女人生的孩子 比大宝宝年龄都大 明显就是恋爱的事 找我好啊 怎么 这种渣男不知道你相信 你可是守护千金 错过你 是他没问题 这样你过一会儿回京城 我立刻召开记者会 宣布你是咱们机家 五一级 妹妹 跟我们回京城吧 我把我名下 所有的医疗系统都鼓励 离开这种渣男 咱们也养得起孩子 还有记者集团所有的顾客 我都为你保管了 这一下 终于可以教导你 这家伙 以后 你可就是守护的儿子 还不开心啊 大叫293949 我可爱死你们了 不是大哥 你都说句话呀你 你也帮我忙呗 我们肯定是愿意承认着 现在是 我们也先去看 我们一不想等签词坚定 结果出来了带走 我想证明我们没有说谎 谁稀罕给他们证明啊 我 小妹 你无论做出什么决定 哥哥们都会支持你 这些人你想怎么解决 肖家横行罢事恶事做尽 就交给法律处理吧 至于这些财产就赔给那些 给他们害的人 放心吧 我绝对不过经历 来人 扰了我 扰了我 我愿意出 不 我全部的家产都交出来 扰了我呀 啊 韩生 韩生快救我 我是小羽的妈妈 那小羽可是你的亲生儿子 不能有一个做我们的妈妈 小羽还那么小 他还有自民症 他不能为我 放开他 当真要为了这么 他是我儿子的母亲 肖家如故 我只要相信 宋韩生 你们宋家不过在江城有些事里 放眼整个大型 你们宋家 也要么寄家一根手指都不 你当真要与国党作对吗 这些年我在加州有小友师 和你们拼个女子往复 还是不这问题 就你还想两败俱伤 通知下去 让全大厦封杀江中宋家 我要让宋韩生知道 这就是有什么关系 我劝你立刻收手 不然整个大厦都会动荡起来 记守服不会想看到对你 不好了 有几十只加州自己趁虚进入大厦股市 要求我们立刻停止针对宋家 不然就要截停大厦国所有竞产贸易 加州市里怎么会插上 难道 你就是追随银行送加州商界的股神 活可惜儿 是我 我不想与季家开展 萧家的市里财产 你们随意处理 我只要想 你这小子 这么大事 怎么还瞒着家里呢 你就这么爱小显瑜吧 为了他 可以拿整个宋家来堵 你知道就好 以后别再来破坏我们一家三口了 她是小语的妈妈 小语有很严重的自谜 不能再受打击 我会把她关在宋家 不会让你 纪小姐 我知道你对我们家韩生一往情深 可是清语跟韩生已经有关系了 你怎么呢 帮我们宋家做出抛弃妻子的事情 她请你不要再纠缠了 配配配 抛弃我们和妈咪的时候 怎么不说不要抛弃妻子 姐姐 宋家已经被你毁了 现在就剩我一个弱女子了 我只是想跟老公和孩子好好生活 你就放着我吧 所以你还是不愿意承认 大宝二宝是你的孩子对吗 小妹 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 两条腿的男人多了去 你逛一块回京城 这上面全是京城阁大师家的帅哥 还有演艺串的各种小鲜肉 咱们随便的请 小妹 四人号码已经不了 我们直接洗手 别别别别 我妈她是老婆祖了 这两个孩子这么 肯定是我们邦家的嘛 那肖精女是个什么玩意儿 陪众上你家的亲戚守护 你们两个才是天作之河门大会呗 你说谁是老公 这俩孩子不见的就是寒生的 那说了 亲女之助打理 温柔贤惠的 这才是当贤费处的样子 有妈 人家记下是大厦守护 我哥又在江城 颇有实力 咱们两家在狂 那是天下无敌吗 对啊妈咪 嫁给爸爸 我叫她变成世界守护了 伯母 我知道我比不上守护千金 韩生玄姐姐也是应该的 可是我现在只有韩生和小语了 求求你不要赶我走 实在不行 实在不行 让我去宋家做保姆也行 只要我能见到韩生和小语 我就知足了 哎呀 我们宋家的妙小 成不下守护千金这尊大佛 再说了 守护千金行事不羁 真要嫁到我们宋家 还不爬到我老太婆头上 我年龄大了 我可算是这 闭嘴 我不可能去理 今天这场闹剧 就到此为止吧 让各位看笑话了 麻烦请大家离开 那你和清语的订婚了 你们聊你们聊啊 算这哈哈 看来见见结果 我没必要再等 是我自作多情 打扰了你的订婚 这就走 祝你跟萧欣语 百年好 谢谢大家 是他 幹什麼 在我沒有言言 還是你怎麼能當著我的面跟 留下你只是為了小語 來人把他帶他去關起來 還是 如果那天不是小青年 那小語他 這麼多年我只有過一女人 至於你們大王我會查清楚 給你一個經驗 我的女 三天段時間 如果你沒有辦法給我一個合理的解釋 我就帶孩子回進去 在 哎 小妹 你真的不跟我回去嗎 家裡的英文家長還等到每個預計 咱和兄妹五個人呢 你不要非盯著我吧 我 我還得去燕馬訓和抓鱷魚呢 啊都倒是我 喝家喝夜 演藝圈怎麼熟得了我呢 時間也差不多了啊 我得去蜂蜜修練了啊 拜拜拜拜 他們倆的德性啊 念得太甜了 那 就是一個二個 小妹 你肯定不忍心讓這個世界 失去我這個停在世界的地方 呃 那個 其實啊 我的隱藏真的是個天文學家 小妹 那可是代表著全日內的進步啊 以後 咱們催的希望 就強靠你了 對了 這個呢 是咱們家在江城的別墅 你隨便挑一個柱 來 拿好了 讚之後 一定要記得回京參加這個影子啊 走走走走快走 哎 哇塞 你什麼時候開始眼睛都叫你 哎你看我這屁老大 我這麼多人我終於死你了 哈哈 哈咪爸爸不要了就不要了 遺場可不能被藏走了 那腳上了舅舅的遺場 我就變成世界手術了 世界手術啊 我拿好了啊 我拿好了啊 帥 我怎麼就從你那個賤人嗎 手裡搶了以上的啞巴 你 你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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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瞬間 坐窗 我出來 姊姊 你還真是下間 被野男人玩的 竟然還要把孩子撕住 你不會還忘想著 ięcy小白牙 sendiri回來找你吧 我和你没关系 出去 是个男法 但是男产必贷就你别救了 哈哈 果然是见人见命 不该听说 啊 这个是 你已经被消家除了 以后 你就只能捡垃圾去了 哈哈哈哈 我的孩子 这都还贵着 难道还有 这个男婴以后就已经烧了 萧晴妮 这下看你还怎么更懂 开门萧晴雨 啊 這個月的十萬塊為什麼還沒到賬啊 你別以為仗著自己破產了就能賣了 錢 我可是有你偷孩子的證據 你要是惹怒 讓你送江還是我 我明天就去把錢送給你 好 明天我就是沒收到錢 告訴你我一定 你放心 媽媽終於有拿我給你買好的生物 媽媽 媽媽 小朋友你叫什麼名字 你爸爸媽媽呢 他怎麼會和大寶長這麼小 來我看看 誰把你弄成這個樣子 哈哈哈 我是、吔尔尔尔尔ari 你你隨便跟大家見嗎 沒想到竟然那麼喜歡他 小雨 爸爸來了 是你 小雨 爸爸來了 是你 小雨 跟爸爸回家好不好 謝謝你救了小雨 還有自己的 今天突然偷跑出來 帶了一招偷跑 你知道自己的盒子 一直在遭受虐待 什麼 虐待 自己看 你費盡心思保住肖清雨 就是為了讓他傷害你的盒子 我的家是我自己會覺得 意思我多管閒事 好好的孩子被你養成這個樣子 我看大寶二寶 也不需要任何你這個爸爸 小雨 對不起 爸爸跟你道歉 我保證以後 不會再有熱個人欺負你 過來拿著這個 這個送給你 我跟爸爸回家啊 這個呢是變形金剛 他會保護你 以後你就是勇敢的小朋友 在關鍵時刻 讓他來看看好不好 謝謝你啊 我不知道小雨遭受的回血 以後不會讓上去你接觸小雨 只有你跟大伯二伯 我喝茶進去 你的孩子怎麼樣 不需要跟我解釋 去吧 跟爸爸回家 回去吧 我看一下 五漫肺 一幅 真的會這麼嚴重 會不會是你嗎 我未知體重 我們不是要去進什麼 為什麼還要來上去 你傻啊 我們可是交十幾萬的學費 绝对不能浪费 别担心 我这就给大舅送我的上市公司打电话 我要买下这个学校 我说什么时候上学 就说什么时候上学 你看小雅巴还敢反抗我 我拿你玩具出差的起点 如果你这种出色雅巴 根本就不配共同期上学 用破玩具 还能宝贝一样守着 果然是充分 花花 哟 这玩具要混出话了 我想要去吧 还给你 哈哈 现在垃圾和他的垃圾玩具 一起进到垃圾同意喽 这儿 我们在这儿吧 他跟哥哥好险哦 喂说说你们欺负你的 你谁呀 别多管闲事 哦原来是这个小哑巴的好兄弟啊 赶紧公开 要不然我连你一块揍 什么兄弟啊 他怎么给我长得腻不腻 干什么呢 怎么回事 你们竟然敢欺负我的儿子 你就是老师吗 我跟妹妹抓到他们 在抢他的玩具还打他 无数 我们家好好可是三好学生 他怎么可能会欺负你们 也就你们这些穷衣 才会把这种垃圾当恐怖的 也就是你们这些小贼 偷了我们家好好的东西 算了 那点东西 我们根本不送给你 你们几个 跪下来跟我们家好好道歉 这事 就算过了 听见了没有 你们赶紧给楚行冬家道歉 这玩具一看就不是你们能买得起的 还不赶紧谢谢人家主持人大动 凭什么道歉 你们也吃他的货 凭什么道歉 凭我是你们的老师 平静偷了东西就要认错 我不服 我要找学长把你们都开除 我爸爸很 天狼集团总经理 不能叫学楼就是我家的 就算校长来的也只会站在我这边 总经理算什么 我们还是首付千金呢 还在这谎话连天 看来有必要让我教教你们做人的道理了 真是恋性 像这种满嘴谎话的孩子 可不能跟我们家好好在一个学校 河老师 你还不快点把这些小子撒走 给我赶去学校 主持人 我这就打电话 把他们的家长都叫来 给他们的宗宗都开除了 你放心啊 大宝二宝 才来学校半天 怎么会闹到又退学 把宋雨接回宋家里 我养他这么多 他必须做我跨越学籍的工具 怎么是你 你怎么做成啥 没空给你 让开 哎 怎么回事啊 他欺负人 咱们这是什么破贵旧学校 多少坏蛋 桌上没有 小女人你怎么了 怎么生成这样 是不是他们欺负你 他就是跟爸爸和幻女孩的孩子 难怪过不着 小孩子 他欺负我说他就是我的哥哥 但他好像不会 被欺负也没办法 我知道你恨我 但是孩子是无辜的呀 你怎么能这样 你让孩子动手 别演宋华兄不在 看着怪我生的 哟 原来还不是一个妈生的 没爹的孩子就是那种笑 怪不得会偷东西 说什么呢 这位家长 你不要威胁其他家长啊 你们家这孩子 不仅欺负同学 还死不承认 态度极其恶劣 我们学校可容不下 你们这样的学生啊 你们被开除了 我们没有欺负他 是他打人 而且还抢他的玩具 你这是什么 这样还可污蔽 你这替你帮妈好好笑一笑 我没想到 我看你帮你帮我 一个 对 这个 我 你 surge 我才是小羽的情侶 我和韓生的家事不用你來管 要帶小羽的房子已經開除了 以後韓生會和我一起親手 扶養小羽 還不快過來 還不快過來 跟媽咪回家 看來他不想跟你講 幹什麼 放手你輕一點 我才是他情侶 你難道想當中誘拐兒童嗎 媽咪 媽咪 不會壞年又會打他吧 我們把他搶過來吧 你的靈花姐還能跟他一包 啊不用你們瞎操心 媽媽會解決的 小羽羽 你當年到底做了什麼 等一下 等一下 這兩顆的女人呢 女大夫 女大夫被冰箱給捅了呀 怎麼回事 哎 這就不知道了 聽說啊女大夫說說會 用不合甘醫療器械 導致運動大股 當場死在那個手指台上 一時兩命 還能說他丈夫呀 聽到消息後 直接當場就放門了 一包皮膚 啊 好 喔 我現在看著我 好 來我 來我 二哥 我要馬上查看江州中心醫院的檔案 哦 這裡是產科 近八年所有的檔案 零碎拜茶有什麼需要 謝謝 誰 宋女竟然只比大跑二比大一一天 不可能 不對 小金宇沒有任何認證過程的記錄 他的孩子 難道是從天上掉下來了嗎 我就是在這裏頭上掉下來了 你不在這兒 你不在這兒 我順便拿檢查報告的 你不見得見我出來 所以呢 如果他們真的是我的孩子 我會扶起個人 把大坊我借回境界好好找 你做夢呢 啊 就算她不是你的新生孩子 我也不可能回宋家給你當你的二一探 更不可能讓你搶走他們 我也不可能讓我的孩子離開我 你也在裡面 撿手 你呢 你呢 我 我是 我嗨 我呆 我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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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兒子 你不再給我 你現在意思是 是我調換了假的經驗結果是吧 不是我是想說你別說 我明天就帶大寶二寶離開江州 祝你跟蕭清宇白頭偕老 你最終還是贏不了 等我真正換上韓社了 就算你和那個小男孩 胖子都不拚人 我這麼 Vamp 太老人 去看姿勢 如果會有一個女的 你的那兒 跟他你 算不算是他 我聽到 four 一開始 這頓是他 而且他 你能不能帮帮我 怎么了 小李的那个病那个样子 估计是好不扰 我想着跟海生再生一个 为宋家开支建业 可是海生他 就是不愿意碰我 又是想把纪紧新的孩子接回来 爱可不行 我绝不能让这两个小孩 共计宋家 这事啊 他还替你所住了 谢谢妈 大忙人还知道回家呀 这我还知道回来 是不是被纪紧新的表辉金够了魂了 像他这种水性洋花的女人 你别被他给骗了 妈 就算他生的不是我的孩子 您也不应该这样评价他 好好好 我错了 我错了 我这也是为了你 为了咱们宋家 他可是纪家的小姐 怎么可能老是帮你抄吃 还不如啊 青鱼能全体全力帮你搭理 哦 您不用再说了 我不会娶她 我也想过了 你现在能不能挨招速 你还不是小雨被你扔下之后 就一直吵掉线呢 现在哭不停谁都拳不住啊 哎不好快点啊 海生 我等你好久了 你为什么在我房间 给我滚出去 海生 你怎么了海生 滚 海生 我好歹也是江州第一美女 这么多年 你为什么就是不愿意碰我的 你不主动 我来主动 妈已经同意了 我再给你生一个儿子 我说了 滚 宋涵生 你是不是的男人 來 哇再晚來不及了 服務還想她不管嗎哎呀 給我滾 小嫂子來了你確定不開門嗎 你這種事 你也聽到嫂子你出發了嗯 我 這晚上你看清楚我是誰呢 我知道是你驚喜 誰跟你下的藥啊 驚喜 我們是不是有過 你再說一遍 放心 你快走 我快控制不住我自己了 你是不是 想起來一些什麼了 我喜歡 我喜歡 一群馬的暗算 你把我死 你咬吧你怎麼不死啊 那不是你 你還敢偷偷給你那個 見人馬見面告狀啊 我打死你啊啊 啊啊啊 奇怪了怎麼沒伸啊 我哥這麼快 你找死是吧啊 拿我給你哥當水藥你找 我總不能消青雨那人得嘲啊 就是把我哥這身體絕對 哎叔 趕緊來找醫生我還早晕了 去 自己好 你卻憶 是你的 那你 你還在那個見識幹什麼 跟你過來打你了 你這個毒婦小姐可是你兒子 外人的朋友外人 我可是他親媽怎麼會打他 他是被這個原理洗你 你打 啊 你 要 不要你 小姐都被你氣得灰色話了 你還怎麼承認你 當媽的管教不聽話的兒子 天經地藝輪不著你來管 那我來說來人 把肖爺爺鎖進屋裡不許出來 開車 開車 你家裡人的小 我們送家這龍潭虎穴啊 幸虧打個玩兒吧 不然的話骨頭渣子都不剩 今天的事情 我會讓肖青與付出代價 謝謝你又一次幫了我 你想要怎麼報答我都可以 我著 你自己的孩子可以看嗎 在這找我去 我需要你 你要不要跟我結婚 做宋家的女主人 爸爸 媽媽 小玉自從見到你 就開始慢慢合轉 他需要你 宋家也需要一個女主人 我不建議你的孩子跟我有沒有學員 我都會把他們當成自己的孩子一樣 你沒有擔心 哎 啊 哎呀 我没有送走那么大度 有帮别人养孩子的费号 大宝 我过来 你别 不要我不要我 嫂子你别说气话 你看小语 多省心 这大宝的小语 长得跟收莫派一样 天生就该是兄弟了 别 你们送家水太深了 我们母子把握不住 赶紧哄哄啊哥 大宝二宝也可能是我的孩子 我不允许你把他们带走 不然我就截断 技嘉对外的所有朋友 跟我结婚 我不会一下子吸尘加债 也不会对你的行为有任何要求 只要你把孩子搬来送家 你什么意思 你现在要跟我抢大宝二宝是吧 不是大哥 我让你哄人们让你戳火呀 你跟我结婚 我们一起扶养他们三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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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 你怎么感觉这个贱人扶养我们的孩子 你们干什么事的 怎么把那个妇女人都放出来了 你怎么当妈的 哪有当妈的这样打自己亲生儿子的 把她护出去 以后在江州我不想再看见她 孙岸生 你不能这样 我才是孩子的妈妈 孙岸生 还有你 你怎么带孩子的 你怎么能让小秦宇再靠近她呢 那你来带 我不知道小秦宇一直在拗带小秦宇 以后小秦宇的事情都由我亲自来管 你 嫂子 你看小秦宇不见婚这样 今晚肯定要做噩梦 你就 陪她一晚就一晚了 妈妈 你陪我 小秦宇害怕 好好好 总得让我把大宝二宝借过来吧 我不能让他们自己在家 哎呀这你放心 他们两个一放学啊 就已经被我接过来了 嘿 行来走啊睡觉了走 在冬季最冷的一天 王后生下了一个小公主 小公主的皮肤像雪一样白 头发像乌木一样黑 王后就给她取名叫白雪 妈咪妈啊 我相信你 那天晚上那个人就是你 让多给我一些时间 宋海上 你到底 你 这几天的经历我们已经查过了 他八年前被男友抛弃 独自生下121女后 被肖下赶出门 别切了 被肖轻女全面封杀 因为他找不到工作 所以现在只有靠打黑拳 送回买了养孩子 肖轻女呢 他的事情查清楚了吗 我们查到小少爷的出生医院后 线索就断了 至于肖轻女 他没有任何人身记录 我们就没办法继续深入了 没有记录 去查我车祸前后 肖轻女的行坐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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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我烂了 来 哎呦 那我们吃饭吧 但是吃饭之前要先先抓牙 就知道 嗯 嗯 妈妈我想抱抱 妈妈今天就见你一早上吧 来 快 喝吧 哎呦 我想留在江州一段时间 你想做什么就对 我已经把天空间收过 去教你 先行看江州温宿家 直接休息一下 给你晓得比较生气 直接收拾 好 妈咪 要不是对就算给我的公司吗 对啊 但是妈妈先帮你老管一下嘛 这样的话你就有时间玩了 不然你就要天天爽妈 爸我还是不要了吧 嗯 黄总 您再考虑一下 利润这块 我还可以再退一步 而且 发电的 老大 不是我不光忙啊 但你 我天恒刚被摸 新总裁下了死命 绝对不能和你交往的路 您不说我不说 这事怎么就办不成的 我们也可以是林家路家 不过是个名字吧 爸 妈咪 这就是这些给我们送的系公司吗 好大啊 对啊 带你来过的啊 下次不许偷偷端过来了 听到没有 嗯 新来的宝贤阿姨吧 上班不能带孩子不知道吗 你给开除了赶紧滚吧 你才是老阿姨呢 我可是这个公司的新总裁 跟我妈咪报价 给你逮着你的小屁孩回家做梦去吧 别在这丢人仙岩了 这可是天恨 你个熊孩子再反弄换一样东西 你妈都赔不起 鬼不借钱没有 这玩意怎么那么热 小老板 这些员工 不想干了吧 嗯 小小姐认识我们新老板 当然认识 我这个忘恩负义的便宜姐姐 攀上了权贵之后 就把我们家害成这样 你晓得收购天衡竟然是她 王总您可得小心了 我这个姐姐 你现在是很不均催无数 最擅长过我们的拆散 我们在她手里下去的事 不会有好处 赶紧滚出去 自然没有 干嘛 保安保安 赶紧把两个闹声抹出去 我给我住手 我给我住手 王总 你看这个扫地垃圾 他还带着孩子来闹声 你快把他赶出去 睁开你的狗眼看清楚 这可是咱们的新总裁季狗 季总 我是天鹤的总经理王磊 这几个人我不睁眼 罗碎了你 我这就把他们都开了 季总 季总 我没有生气了 这边去 正好有个大项目啊 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这位是咱们新上任的总裁 季锦锡 季总 以后咱们工作上的事情 都由季总安排 季总 季总 你可误会我了 我这怎么是小看 这在江州所有的主啊 我这怎么是小看的呢 这在江州所有的主啊 咱们封带的呢 在江州关注入 标准 哎咱们天鹤一半的资金可多投不 如果失败 天鹤的市值就贴不住 你怎么敢的 不做什么好 有的事人做 谁来接手这个项目 谁就是夏日的 他们不会听你的话的 你一个靠爬床 种钱的押押 就跟老老实实在家里伺候男人 没事儿 搞什么商业这个东西 你呀 把咱们集团的管理权放 让我来带你这个团队完成这个歌 我只要其中的八个 够 我告诉你现在被开除了赶紧滚 你敢开除我 没有 这一天都转起来 我是总裁 我要开除你 谁敢来这 哈哈哈好 以后到时候 你跪着回来求我 就不是这个家 你们都看见吧 咱们新上日子 哎是个钢币资源的废物 要好好赚钱养家的 就跟我走 这个四肢 干嘛干嘛干嘛 这个王磊 竟然真的把一半的流动资金 都投在了一个不确定的项目上 应该死 妈咪工作很难吗 要不要长大就帮忙 不行啊 公司是舅舅送给我们的 遇到问题我们要自己解决 嗯 放心 这次竞标妈妈一定会拿下来的 嗯 啊 啊 啊 几乎全国的企业都参与了投标 那天恒的优势并不明显 嗯 十八吧 我看 宋氏机会 也下场了 天恒的星总他原来是你呀 你准备留待江州了 宋总 我今天来不是跟你到家什么的 林花山的项目 宋氏也参与了竞标 我是在群秋合作的 你们天恒的王总 刚刚带队出去 根本没有实力给我们紧张 我为何要跟你合作 祝宋总 才能阐属进你 而且天恒的实力底蕴都在 未必争不过你们 这次莲花山的项目 吸引了全大厦的资本 都不是好项目 我们两家都不能保证 永远不吃产 但是如果你同意合作 增责双输 合得互利 你相信宋氏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合作当然可以 只要你开口 这个标甚至可以让给你 只不过你要带着孩子 还来送你家住 我没想 走 开个玩笑嘛 替从也太着急了 那你到底要不要合作 你都上班来找我了 我怎么可能拒绝你 不许打孩子的 放心 我明明是在打你的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为了保证 此次莲花山项目 能够胜利进行 我们天恒集团与宋氏集团 强强联合 天恒彻星掌权人虽然年轻 实力倒是不用小区 后生可危啊 搭建了先进的生产基地 和强大的销售网络 在满足各阶段消费者的需求的同时 我们的销售网络 不就是个女人吗 这么年轻懂什么呀 我看标书都不是他做 也不知道怎么讨好 好 我的演讲结束 谢谢大家 好 林花山项目动标者就是天恒集团 G锦锡 恭喜 每次 达巴山项目标章会结束 请各位有趣 对方 来 我给你接受 恭喜啊 宋总放心 封城就按我之前说好不来 好 这件事 你愿意 重新跟我组建一个家庭吧 虽然之前的事情 我都不记得了 但是我们可以重新开始 你不是不想让回大宝吧 你不是不想让回大宝吧 建议结果出来了 大宝二宝 大宝 大宝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家真正的底牌根本就不是表面上的那些东西 发家后 我本意不想再让你沾染那些东西 但是现在 去小区医院找一个叫猴子的 他说 猴子 找他了 你 我擦给你 你 你妈的废物 你敢打出来这老子屁股弄死你 你就是副主角 怎么敢这样小虎哥找死啊 这小脸他倒是不错 跪下给哥几个天爽啊 说不定还能饶你一命 哈哈哈哈 不过说一句我搁在你的舌头 豹子来找你 臭娘们老子的住手 来来是豹哥的人消失了这么多年 怎么想起来派个女人来找我呀 这厂子站了这么多年 该还回来 哈哈哈哈 小姑娘 你搞搞清楚 今天就是豹子站在这 这厂子也是我的 先别着急发火 我也不是忘恩主义的人 豹子当年救过我的命 今天我高低会帮你 但是今后咱们两清 妈妈只是出差两天 你怎么带着哥凯美美专业后备箱呢 很危险的 妈咪是蒸蒸两天 小羽和妹妹会舍不得你的 我想和妈咪在一起 不行 我已经给爸爸打电话了啊 一会老老实说妈妈回家 妈妈回来给你带礼礼嘛好不好 站住 你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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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车 下车 下车上来 下车下车听见没有 你们想干什么 要钱的话可以给你放屋子 你得罪了不该得罪 给再多钱 没有用 我去送死 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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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啊 老子要去消磨路死了 你沒事吧 爸爸妈咪流了好多血 你带到你医院 我不想让妈妈死 我们赶紧去医院 不用 打了这么多年一拳 就点伤小事 到时候宋总 这么大征兆 看来在加州这两年 有点东西 加州形式复杂 黑白婚下 要是没点武力 别说八年了 八十年我都回来找你们 只能买在哪 你当时不是为了躲我们 去加州吗 我跟爷爷打赌 要是这几年内 能够把加州的市场 门下来的话 我的婚姻就可以 由我自己做出 我一直在寻传那个女人 喂 爸 你没事 以前的事 你也不想究竟 现在就是我的 是问清楚 到底是谁 说 谁提醒你们的 我说我说 肉胡 小姐 爸爸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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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文生 没事吧 哈哈哈哈 废物 连个女人都搞不定 宋总 我敬你是条汉子 把这女人给我留下 带着你的人走 咱们井水不犯河水 不就是妞吗 我干完这单 老送你几个 真火 我们无严无成 你为什么要针对我 废话 你要是在我这老老实实打拳 哪有今天这档子事 非要去纠缠大人物得罪的人 现在人家要你的命 我也没办法呀 废话那么多 要打就打 挺松的 你非要为了这个娘们 给我拼个泥死我活吗 你说呢 让他 下来 姓宋的 不想死就滚 想弄他 除非我死 好 你 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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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不知道她是大小姐三上 肖清宇 这都是肖清宇支持我的 大大小姐 你砍我几套中毒性好吗 大小姐 你让我小狗命 三上 带走 大小姐 你让我狗命 大小姐 你让我狗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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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孖清宇 连自己孩子都不放过 我会让他付出代价 你受伤了 我带你去医院 不用了 宋家的私人医生已经到了 还知道保护我妹 算你小子有点难 算是个难 但你的私人医生还是留给你自己的伤 我妹妹的伤 由我二哥亲自己 保质不够 哥 这点小伤 运着神医处呢 相信你还是没什么 当初不安全 宋寒生哥们保护我 不要回京了 你怎么会让我开心 我放不下宋还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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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才几天又救星复燃啊 你真这么喜欢他 又不是说回去以后都不回来 萧綦你抓到江州安全的 你回来想带多久都行 不用担心 我会照顾好孩子和老婆 今天的事情不会再发生 别跟着 三哥 我不会走的 我还有很多事情 没有搞清楚 萧欣宇 我要亲自解决 好 你就是吃准了 我拒绝不了你 但你要注意自己来 我妹妹要是再掉一根头发 罢了你的皮 不用你吃 我也是他 你自己手都这样了 还想着帮我呢 我就是自然擦伤一下 皮外伤没事 你倒是英雄啊 怎么尝了口子 还怎么隐称 然而哪有机会 给你英雄救美 我手太重了吗 宋总 宋总 连环山工地已经开工了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工人都在罢工 已经通知店铺集团在那边 没有 自然 是 我 是 亲自 mir 我 来 我 来 我 更新 要是 你 別等了 宋總就看不上你們進行聰谷呢 只有我 單上宋總的貼身秘書 下一個 林總用 來了 你怎麼幹活的 把我的鞋都弄髒了 那我都給你擦 哎呀你擦什麼擦呀 我這些一千多呢 後外裡賠得緊啊 你幹什麼呢 他只是老人家你不要太過分了 你老 你老 就有一點的 兒子 謝謝大家 謝謝你 給我 那小小小小 來 看你 你也是來參加宋總的面試的 別以為打扮你是這樣做得下 謝謝你啊小姑娘 沒事 走 我帶您出了一下傷口 哎不 你是來面試的吧 別彈我 不是 哎 不是 能不能召唤人 来打死我 抽一召唤人 你敢来搭桥然後 你敢来搭桥我面市 宋氏可不能骗骗 这样屯奔不调的女人 让他送走秀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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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秀 宋恒生要找天宋 您别听她瞎说 我这是用红素网 帮我一下 像他这种不可能靠近速度半步的 没事想找呗 但是这个女人机灵弱小 做事恶毒绝对不能提速食 好我这就写下在候选四个 这个女人给了你什么好处啊 你竟然敢滥用直权鸡马走 我要几棒了 又是你这个老不死的呀哎 换身衣服 我真以為自己不是清潔工了呀 還跑來給這個女人出頭 哼可惜了 今天這個事啊我管定 我搬把椅子 你們不是清潔工 兩池垃圾真以為自己是貴人 湊下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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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爺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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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怎麼來了 你造的什麼 敢對我爺爺不敬 把他轟出去 不不 松頭這都是誤會 我吃人會吃什麼 林總的女兒 松頭你騙我 松頭 謝謝你 幫我 我都管閒事沒 這怎麼是管閒事的 要不是你啊 我這把老虎頭 怕都已經散了 就這種垃圾也能進來 你是這樣管公司的 你食人都不會 怪不得會看上蕭清雨 這樣德行兼備的姑娘 才是我宋家而起 夫的樣子 你不是來 面試秘書的嗎 今後啊 韩生就交給你了 他要敢欺負你 你直接告訴我 我找不了他 怎麼敢欺負他呀 你聽誤會了 我不是來面試的 啊 我是憶恨集團的記憶機 來找宋老堂 我和他送女生 哦 原來是你啊 真是個好孩子 一個人 養了大寶二寶 一定受了不老的苦 那姓蕭的女人 已經轟出去了 你什麼時候 帶著大寶二寶 搬進宋家 哎對了 婚禮要苦啊 人家還沒答應呢 這不爭氣的東西 哎爺爺 您就別操心了 我心裡有數 我在家等著 這孫媳婦你不過帶回來啊 你也別回家了 哎知道了 那個 不好意思 讓你看笑我了 你是為了蓮花山的項目來的吧 我剛從那邊回來 那我罷工的工人們 都讓我們回貿他們工錢 可是松石的多款 怎麼可能啊 天紅集團账面上 每個月都有支出 不可能沒有發 這沒有問題 看來項目總的駐成不少 是時候該請問一下 不要打草驚訝 我看 不要變順了 都給老子老實點 還敢鬧罷工啊 以後誰再敢鬧 直接給他看 一分錢也沒有 你看什麼啊 看什麼啊 這麼慢 什麼要弄啊 今天工錢沒了我跟你說 我說你一個小姑娘 怎麼想不開來工地呢 學錢呀 家裡孩子要上學 孩子得跑了 活不賺錢 可是得通啊 哎 遇見這種爛人 你也是不容易 不過看你這麼好看 出去幹點啥 主要比來這兒強吧 我不是聽說那個 關專日劍 哎 那你是來創作 咱在那兒 三月都沒錢 啊 我呢 也沒什麼本事 就只能幫你到這點了 你呢拿這些錢 給孩子交完學費 趕緊換個工作吧 可是我聽說咱們這公司 不是宋氏跟天神合作的公司嗎 這麼大的公司 欠人公司 還是太年輕了 都給我幹起勁點啊 給你們借一點錢 回家抱老婆 有什麼不好啊 哎四大 您怎麼今天突然來了 這我這這啥也沒準備啊 不用準備 聽說 我接到警報 說前段時間咱們的工人突然到八路 你這三個月工夫沒發了嗎 這錢我記得我早就打過 哎 就是前段時間以後幾何人鬧事 被我開了之後啊 他就到處 胡言亂語 你看 咱們的工程進度啊 可都順利著了 工人們幹的都可起勁啊 既然如此 別人說想必也不怕別好 還是麻煩您 把這三個月放給你 當然沒問題 我這就派人去拿來 要不 您先到我辦公室去歇行 可不可以 送到這邊請 不可以 財物就在這裡 你是要不到工錢的 聽我一句話趕緊走吧 那個老狐狸不可能把帳本 放在自己身邊 這裡就是最凍下黑的地方 試試吧 萬一給我們 姐 嗯 你啊 提前支取工資是絕對不可能的 你不要再糾纏了 别呀我真着急 我还在上学着急用钱呢 实在不行 你问我老板 把今天工钱借给我也行吗 哎呦 哎呦大人 我就帮你摸摸主管了 你什么还笑给我 做梦 这三个月的账本都在这 你随便看 哈哈 这三个月的账本都在这 这帐篷你也看绝对有问题啊 肯定是有人眼睹我们莲花山的像 是一搞事啊啊 像污蔑我嘞 我是受害的 林总姐 您也是宋志的老年公啊 我怎么会不相信您呢 但是人家都举报到这了 我总得来看看 你说是吧 对对 哎呀慢走 哈哈 毛都没长期了想来搞我 什么事 假账都看不见了 哈哈 账账的事一定要做得好 不能被任何人发现 放心 做账的东西少去南北了 不想干了吗 随便进我的办公室 你这个假账门做得太小了 法院随便你找 那你可就做了 既然你想自己命长 我就帮你了 杀 我 你你到底是什么人 你说干嘛 林总监 他可是给你发工资的人 天上的心 还都不 林总监 他是给你发工资的人 天上的心还都不 人 你是 GGC 你们是无意的 哎 太对了 老老实实交代 通了多少功能的工钱 原封不动的给我拖出来 宋总 我是无辜才行 你相信我 这么多年我为宋氏 那是忠心尴尬 我 我怎么会停顿财 正因为你是宋氏的老人 我才把梁花山的项目交给你 结果去吊出来挑大爷 这些年 没少在宋氏中包死了 来这搬这的农民工 哪个不是家里有难 你连他们的钱都吞 你还是人吗你 你凭什么说说我 你没 不管就没证据 证据都在这 还想讲 没看不懂 哈哈哈 那只是新来的十七春算错了 能证明什么 你这个呢 能证明了吧 你怎么会拿到 滚 啊 不想你控制 除非紧默违 来人 哎呦呦 哎呦小姐有有 那 嗯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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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的 在梁花山项目中 天恒和宋氏配合极佳 据传闻 宋氏总裁宋寒生 和天恒新任女总裁 来记点席交往明前 不日可能宣布临火起训 宋涵生 记点席 不会让你们逃过 哈哈哈 你怎么 你呢 我妈妈来接你了 我不要回去 我不要回去 干什么这样 我孩子妈妈孩子不愿意回家跟我闹 他不是我妈妈我不要回去 你孩子胡说什么呢 你拿什么证明啊 你看真是他亲爱的 他不是我妈妈我不愿不去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没事您只是所在吗 我不要回去 我会让你们付出代价 有人 这样呢 你好 请问有见过三个小孩吗 系队双胞胎男孩和一个女孩吗 他们已经被妈妈接走了呀 什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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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小姐姐 你害我到熟子里 我也要让你尝尝 哎受森林的滋味哈哈 姐 你没事吧啊 爸爸妈妈我好痛啊 是不是要死了 我会痛我回来晚 这几个小爷就死定了 哈哈哈哈 不好是白草扑 还不赶紧解毒 这毒毒性太烈 一口就能毙命 早就被禁了 根本没有救了 宋宇也是你的孩子 你怎么敢心啊 急急心 你还真是愚蠢至极啊 就到这个时候了也还没告诉 宋宇 嗯 宋宇很生的 当年我们把他从医院偷出来的时候 就应该再多等一等 等你把那两个一种生出来 再一起掐死 这样 我就是唯一的宋太太了 小秦鱼 你干嘛 我从我们的孩子 我从我们的孩子 你不是完全没有办法 前几年神医无明研制出一种戒毒丸 如果一小时之内跟他们吃下去 就没事了 不可能 什么可能 神医无明在哪 我们立刻去找他 无明只是我们的一个代声 他行踪不定 没有人知道他姓氏名谁 曾经我也是偶然得到他赠送的一个解毒碗 但是 只有一点 好 好 你们选一个酒 然后 眼睁睁地看着另外两个死 亲手把他杀死的 宋宋 赶紧做选择吧 再耽误下去 一个也救不了 爸爸你给妹妹吃吧 妹妹受不了 这行死的 爸爸不哭 那你会赔二 哈哈 啊 是这么不好他们的 啊 我就说妹妹应该给我们回警察 二哥 你知道神医无明在哪吗 叫叫孩子 放心 孩子们一个都不会有事的 时间来不及了 就算你找到无名 他也赶不过来的 只可惜你的如意算盘打错了 不错 我就是神医无明 手里的味太重啊 哎 不可能 你怎么看他会是无名 就你挡嘴呢是不是 带走 咱们有感觉好多啊 阿九你好厉害啊 妈咪好恐怕 妈妈没事了 连孩子们都不不良 看来 我要好好考虑一下妹妹的婚事 哥 你们别为难他的 是我自己的选择 后果我自己成了 你大不中流啊 二把 来来 当然就走 以后啊 别像你妈妈一样 被这种坏男的给骗了 妈妈 哎 妈妈 哎 你真的是我妈妈 怎么嫁了 妈妈把你弄丢了 小语我们会找到 妈妈每次 乖 妈妈带你回家 走 我们回去结婚吧 你想娶我 那我先问你个问题 刚刚 没想先救谁 嗯 小青鱼已经被我送去变城复兴 估计这辈子都很难过来 江州那边的事也也不过一碗 所以呢 你什么时候跟我回京城 你不能这样 你要再不动的话 爸妈可就要着急过来找人 我这不是 还有事啊 小姐素食的人来送项目进入书了 那我进来吧 好 你 送是集团没有人了 送文件还要送你 我不是在重新追求你吗 不多来吉他 你要是把我忘了怎么办 弟弟你好有名 爸爸这样什么时候才能追到漫兵 哦哦哦哦我的妈呀 三声没事吧 撞哪啊我看看这在哪啊 你 你们都是谁啊 你不会又是你不会又失忆了吧 哥 Barbara èg 凡人凡人 你有骄我凡人凡人 Swedish 你开个玩笑吗 这些年 我不想以孫氏的身份在外 碩予对你隐瞒了身份 本来想在结婚的时候给你一个惊喜 结果在路上发生了 你想起来了 之前我们错过了 眼睛熟了 真心 眼睛熟了